农村小哥剪石头 一个玛瑙蛋 它有点像一个圆形 玛瑙蛋的话 它里面有时候是一个空洞嘛 空洞的话里面就会有水 然后就形成了个水挡玛瑙啊 这一块也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 所以等一下先把皮给它切掉一些 再观察一下 因为它可能还有这么厚的一层肉 只要你把它削薄一点 如果它里面有水的话 你这样子晃动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啊 在这里跑动啊 好我们切一个看一下啊 刚才把皮去了一下 然后挤去皮的话 它这个肉还很厚啊 根本就看不到中间有没有那个水挡 往这头给它切了一刀 这一刀进来的话 感觉里面好像也是看不清 但是隐约的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点玛瑙纹的表现 后面看着还有这么厚啊 给它切掉一片 尽量的把它切薄一点 才可以观察到里面有没有动静啊 一刀下去 没起来一瞬间啊 哇塞 这一刀进来的话 发现这里有花纹了 刚才看了一下 没发现里面有动静啊 可能里面也不一定会空 这个切的可以说都快到中间了 如果看不到动静的话 要么就是那个洞太小 那个水比较少 所以你也看不到 如果它那个洞很大的话 你把它换动 肯定可以看到里面有动静的啊 但是这一块 根本就没看到有一点动静啊 这样子打灯看的话 感觉中间有一头黑色的 我估计是这个花纹进去了 所以中间就会有一坨黑色的物质啊 水挡是没有了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